好 主持人 帶您關心藍白河的最新進展 因為傳出昨天三方的民調專家 在馬辦這邊開的民調會前會 幾邊了四個小時 但傳出這個會中是沒有結論 柯正寅的民調專家是不願意簽下 這個結論的同意書 那這個可能有破局的狀況呢 今天早上柯文哲競選總幹事黃珊珊 他也PO文說什麼都不用怕 就是繼續往前進 今天早上記者也都在柯文哲的住家外頭來守候 而他在八點十三分的時候走出了關底 不發一語 但是面色凝重 帶您來看稍早最新 好 可以看到柯文哲是不發一語 但是他的嘴角呢是非常的凝重 是完全在下降的狀態 被問到昨天晚上是不是有睡好 也是沒有特別的說話 而今天呢 馬辦十點鐘就會來公布這個民調的結果 不管是破局或者是有一個怎麼樣子的組合來推出 我們都會持續帶您來掌握 而柯文哲辦公室呢也預計今天會開記者會 也就是在新莊的這個鏡總開記者會 我們都會持續帶您關心最新狀況 以上把時間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我們在哪兒就的 跟詞 我是在家 我按照 為了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